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持续严峻 为全力支持香港尽快遏制疫情扩散 日前广州金玉医学集团的一组五仓合一 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经验收 在香港九龙体育馆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这也是目前通量最大 设备最先进的单组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 日核酸检测量可达8万万 24号开始投入生产 我们的最高产能可以达到8万 为了保证咱们的样本 快速的能够出结果 让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时效 能够达到最高 咱们的人员是在24小时 两班12小时这样一个轮次里 在保证咱们的一个产能 中心设计者在现场看到 五仓合一的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 配有一个试剂准备区 两个样本处理区 两个扩增分析区 不少身着防护服的检测人员 正在实验室中进行各项工作 现场秩序井然 首先这个是咱们的标本组 咱们的标本到了以后 是从外面接收进入咱们标本组 进行一个录入和分发 分发之后咱们会进入咱们的标本 一式和二式来进行一个检测 然后咱们还有咱们的试剂配备区 这样的话是一个配备一个试剂 咱们是有两个这个标本的一个扩增区 这样还保证了咱们的一个产能的一个供应 据介绍这组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 是金玉医学针对大规模新冠疫情防控的需求 联合广州实验室推出的高通量核酸检测移动实验室 该实验室按照P2加实验室标准设计 具有自动化程度高 检测量大 安全性能好 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而猎鹰号的名称则寓意着两块一准 即移动快 检测快 检测准 据悉 该实验室配备了近200台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全自动点样仪 PCR扩增仪等设备 可实现检测全流程信息化 目前香港金玉两个实验室 及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主要承接 包括香港医馆局 卫生署 国际机场 强制检疫酒店 多个社区检测中心 近20个流动采样点和围风区域应急检测等任务 中文字幕阳煙 艾办公网